自己拍賣 自己又買 球員兼裁判 這裡已經種下惡例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接獲 台北農產公司員工爆料 指出北農去年12月28日 遭農委會施壓 採購51500公斤的高麗菜 相當於51.5公噸 要用6輛卡車再裁刑 原本拍賣交易價5到10塊錢的高麗菜 北農卻以17元進貨 花了87萬5000元 結果高麗菜不知去向 被質疑做假賬 烘台菜價 一般我們的業的機制 就是因為種類很多 所以要回去再看一下 它是從哪裡來的 有幾個批次要去 包括我們年工自己吃掉的 就是送給員工 送給國營事業的 我回去看一下 因為它買的量很多 今天這麼嚴重的記者會 你到現在還不了解 你在電話上跟我講 說那樣甩拜託 這麼多記者前面你就說沒有 北農高層被Cue到記者會現場 卻否認農委會曾施壓 那因為預約的方式 對方的要求就會是比較高於 中價上面的我們講的上品 你前一天知道對不對 對 那你就一天時間 你就可以找那麼多農民 買你17塊的錢 北農說法顛三倒四 這批5萬多公斤的17元高麗菜 間接造成市場連三天價格波動 農民充滿了希望 結果你玩了這一招 撐了兩三天 後來還是崩掉嘛 面對議員提報控訴 記者求證農委會 解考前沒有回應 留下五萬多公斤的高麗菜之名 記者黃家瑋 梅英選 SNG小組台北報導